在早前的男子短道速滑500米半决赛中,出现的场景,到现在还在很多观众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 在第二组比赛中,黄大县武大镜刘绍昂·杜伯伊斯·阿日加利耶夫,被分在一个组,可谓是高手如零,本来武大镜一直处在第三的位置。 直到在最后一圈的时候,冲刺接断的黄大县,想要从那侧弯道超过杜伯伊斯,没想到两人发生了肢体接触,黄大县摔了出去。 但在看回放的时候,冬奥四冠王王龙,也是冬奥会的短道速滑解说,却发现了根本所在,那就是黄大县摔出去的时候,并没有及时收起冰刀,抬起的脚后跟实在是太危险了。 而武大镜也因此受到了干扰,如果武大镜不躲的话,连旧就会划破,而在短道速滑比赛中,如果前面的运动员冰刀抬得太高的话,压根就不是影响后面运动员成绩的事, 而是涉及到人身安全。 毕竟在之前的比赛中,韩国运动员金炳俊弯道超越时,撞到中国运动员韩家梁,两人双双摔出赛道,但因为金炳俊未及时收刀, 韩家梁撞过来之后,腹部和胳膊多处受伤,直接造成了韩家梁被紧急送往医院。 这是雪的教训,冰道未收危害真的很大,韩国运动员黄大县,最近在北京冬奥会期间,可以说是备受争议,无论是他的行为还是他的发言,都令很多网友无法理解。 在短道速滑男子500米比赛中,五大县未能实现未免,在赛后接受媒体采访时,五大县反复地提到的两个字,就是遗憾。 而这次遗憾的造成,很多人都认为,与韩国运动员黄大县有很大的关系。 毕竟黄大县和杜博伊斯发生碰撞后,黄大县摔出赛道,但并没有及时收回冰刀,而在他后面跟划的就是五大县。 因为受到干扰,拿到了小组第三的成绩,赛后黄大县犯规被判出局,杜博伊斯进A组决赛,五大县之前的前两名直接进入A组决赛。 这个结果对于五大县来说,的确很遗憾,没有在自己熟悉的单向领域实现未免,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届冬奥会,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。 五大县也说,我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参加世界比赛,毕竟没有人知道,四年后意大利米兰冬奥会,已经32岁的五大县,是否还会在冰场上驰骋? 这一切是终章还是续曲,还得靠时间给答案,在早前的男子短道速划500米半决赛中,韩国运动员黄大县在超越对手时犯规被判出局,赛后接受媒体采访。 黄大县对自己在最后一圈的冲刺表现表示,我不能不尝试这样做,对因为他弯道超越影响的加拿大运动员杜伯伊斯,黄大县表达了歉意,尝试一下总比就这样结束好,但却丝毫不提因为他在摔出赛道之前,未及时收回冰刀,导致五大镜受到干扰必须躲避,因此影响到成绩一事。 比赛中抬起冰刀这个动作,才是最危险的,一不小心可能后面的运动员就会身受重伤,对于黄大县的道歉。 韩国媒体则表示,黄大县体现了体育精神,针对黄大县冰刀一事,解说王盟非常生气,直接建议中国短道速划教练组,向相关部门要一个说法,结果韩国媒体就炮轰。 王盟批评黄大县的行为太鲁莽,更是身把王盟的种种过往,甚至给王盟贴上了麻烦制造者的标签,也真是令人没有想到,难道真的像王有所说的那样,这是典型的酸葡萄心理,我拿不了冠军,你也比想拿。